你今天的心与家人同在吗 现在正是时候 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是人宅在家里面 可是心却不一定在家里面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台北凌阳堂家庭师奉处 处长廖晨真牧师夫妇 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当我们人在家里 照理说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互动 可是不代表我们的关系更好 也不代表我们共处的时间 是好的品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 一起来做一件事 其实是开启了一个 我们建立好关系 甚至叫亲密关系的一个开始 我想这样子一起做事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感觉 那过去我们的经验是 我们习惯我们的工作模式 我们的生活模式 可能都是自己独立在完成 虚许多多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有时间在一起 特别在疫情期间 那我们能不能开始去调整这个模式呢 家人时间在一起多了 常常我们还是在滑手机 还是在追剧 或者是在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就缺了跟家人设计一个 我们可以一起去完成工作的事情 那就非常可惜了 真的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 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因为我想往常的习惯 就是回到家里面 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所以我们人在家里面 可是其实心还是跟着自己 在忙的事情走 那我想这个是要刻意去营造的 刻意去打造的 如果全家人都在家里面的话 我认识一对夫妻呢 他们在疫情期间呢 他们就一起做萝卜糕 然后做萝卜糕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他夫妻两个人就同心一起来完成 完成之后呢 他们把萝卜糕呢 就分成了几份 还可以把他们亲手所做的萝卜糕呢 去送给一些长辈 去探访他们 去看他们 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的笑容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一起开始做一件事 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建议 也可以一起去跑步啊 一起去运动 平常可能不太容易 全家一起跑步 可能都是个人的健身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一个全家一起跑步 然后或者一起运动 在家里一起扶持 可能孩子也可以帮爸爸妈妈 做福地体身啊 杨沃琪做的帮助都很好 另外呢 我觉得也可以在一起看电影 然后有一些讨论 我想这个都是很棒的 也可以一起 全家人改造家里的某一些的房间啊 客厅啊 一些局部的调整 那也可以一起 就是整理家里啊 打扫啊 我想有些时候可能你觉得 哪一块地方需要油漆油漆 或者是有一些调动 有一些整理 我觉得其实全家一起都可以来做 我想重点就是让全家能够 一起来完成一件事哦 我想因为现在手机 其实会让我们在家里面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上次特别提到了 有意义的交谈 我们这次非常看重的是 真实的同在感 不只是人在 我们的心也要与家人同在哦 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 非常不容易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 就是今天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把你的手机关起来 今天跟家人 从你回家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一个刻意的新的同在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 一起吃饭 但是把手机关掉 然后一起祷告 一起玩桌游 一起看电影 一起打扫 一起任何事情 重点是不要让3C今天来影响 我们的家庭生活 不用很久一天而已 只有一天 我知道很困难 但是跨越出去在疫情当中 尝试让你的家人可以更亲密的 在彼此同在当中连结 那今天我们要来祷告的方向 我们继续为家庭来祷告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难在家里面 也不是没有原因 其实我们里面会有些的挣扎 有些的困难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这个方向来祷告 如果在家里面 你的心真的很难留在家里面 或者是你仍然在一个逃避的状态当中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为你祷告 求生真的让我们的心 可以真实的回到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 我们为每一个家向你来感谢 主每一个家都有我们面对到的困难 但是主我向你来祷告 主你呼召让我们在家里面 当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主让我们在关系的连结跟修复当中 我们能够经历更深你的爱 父神我向你来祷告 给弟兄姐妹足够的恩典 让我们真的敞开我们的心 要连结的时候 主你的力量来帮助 有需要医治的 有需要精力释放的 圣灵你就来工作 在疫情当中 祝我们祝福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在关系当中 更深的连结 让过去伤害的 可以得到意志跟恢复 祷告奉靠觉书的圣灵 阿们 今天你的心与家人同在了吗 现在正是时候 We can do this